阿翔最近的金鐘馬 對 有沒有受到一些更新的注意 你自己覺得性情怎麼樣 其實 我之前有回答過 然後我覺得可以連續兩年入圍 已經受到非常非常大的肯定 而且再加上今年也是 節目也是第一次入圍 去年只有主持人 那今年節目也入圍了 就大家整個團隊非常的開心 非常感動 但我們不因為這樣子就滿足 我們希望這個節目持續的做長久 觀眾喜愛這比較重要 那你如果有得主持人獎 你可以請我們綜藝新實在的所有工作人員 去出國度假嗎 這關你們節目什麼屁事 怎麼關你節目什麼 是我們節目耶 你怎麼這樣子啊 奇怪喔現在換主任 你是可以喔 我有一些口袋人選喔 奇怪都是你在做主導嗎 我的意思是說你講這講太快 等明年我們拿這個 綜藝新時代的獎的時候 我們在出國都還來得及 好不好 明年齁 期待 謝謝大家 董哥就是說要去關 去關 有嗎 我們在入圍公佈的那一刻 有即時跟董哥也有視訊 然後他真的是 也替我們感到開心啦 然後他自己也開玩笑的講說 去年他入圍的主持人嘛 那他今年離開之後呢 連節目都一起雙妙入圍了 哈哈哈哈 後來那個聊完了 他們群組就封鎖董哥 哈哈哈哈 那我是沒有聽說他要回來 因為他 我們知道他 在聯絡的當下 他好像有戲是在拍的 不曉得他有沒有機會回來 一起分享這個喜悅啦 不過我們當然非常歡迎 他有空回來的時候 跟我們碰碰面這樣 嗯